我觉得这个女人 底子一定不会太干净 别动 别动 马上派人 调查一下解放前她的身份和背景 同时在她两处宅子 进行全方位的出发 处长 让这小子给跑了 就是把林江士给我放个底抄天 一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好 一娜 这儿的景色可真美 是美 我要没事老一个人过来坐坐 空气也不错呀 嗯 一娜 表方 怎么选到这儿见面呀 这儿有家餐厅啊 做的菜可好吃了 特别是湖里面的鱼还有虾 都做的可新鲜了呢 是吗 嗯 对了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呢是我妹妹姚月灵 她是学硬化设计的 硬化设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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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对了 何先生呢 她还没有到吗 啊 雅芳是这样的 何先生回北京办点集市 她让我跟你说声抱歉 啊 好了 我们也别站着了 走 带你们去吃狐仙去 走啊 走 走吧 走 往哪边走 去吧 走 走 听伍局长 这一次证据确凿 人证物证据在 不怕刘晓梅 她不开口了 相册里刘晓梅和这个 国民党军官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调取了刘晓梅的档案 她没有结婚 至于这个国民党军官 是怎么回事 恐怕只有刘晓梅自己 心里清楚了 我看 可以继续审讯刘晓梅了 报告 刘晓梅自杀了 什么 自杀了 什么主事 就刚才 她说要去上厕所 我陪她去 谁知道她突然口吐白沫 倒下了 去看看 是 行 行 行 刘晓梅被抓了 但现在她可能已经死了 而且死在公安局 你明白了吗 死在公安局 你什么意思 公安局里的笛子恐怕要漏了 马上派人去东城车门接引她 记住 如果有什么不测就干掉 绝不能让她落在公安局手里 林副局长 这毒药可真够烈的 这么快就死了 你们抓捕她的时候 没检查过吗 报告林副局长 这毒药是我检查的 连裙子里面也检查过了 没有发现藏有任何毒药 你们挪动过尸体 因为厕所的水管爆了 所以把尸体挪到了走廊 你看什么呢 她的牙齿是完好的 说明毒药没有香在牙齿里 那就是说 可能有人给她下的毒 小文 小文刚才还在呢 马上找到小文 一定要找到她 是 你是怀疑小文下的毒 她现在是最可疑的 是 先找人处理尸体 是 我找遍的局里还有副车 没发现小文 我找遍的局里还有副车 是 报告 门口站岗的哨兵看见小文 骑着自行车向东去了 东边 东边是城门 看样子她是要输成的 追 你dale街名处理尸体 都有人想要我去尸体 请红队 像小文 调缀 有一遍的就是 是 你的是 但是你不兑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紧过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什么事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林副局长 对不起 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你到底为谁工作 是三二八和慧君 是谁指使你杀死刘晓梅的 是三二八 三二八是谁 处长 让他该跑了 早晚能抓住他 走 回去 这儿 来 进来 老板 向峰和安洛阳见过面了 在江南茶楼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去把相风和万山接过来 不要让安璐阳知道 知道了 我去找你 伯华 我们谈一下 刚才小文交代了三二八和慧娟 你们怎么看 我想这个三二八 应该是敌特分子的代号 而且这个慧娟也未必是真名 他连姓都没有 我赞成雷处长的说法 这两个人一定是潜伏在临江的敌特 我也赞成这个说法 不管一会儿小文能不能抢救过来 我们都要 好 医生 什么情况 子弹穿过胸腔 伤到了肺炎 命算是保住了 但还没有脱离危险 需要进一步观察 小冯 听你这么说 安璐阳果然是想担飞 顾阳哥 反正我听他那口气 好像是在等什么 还跟我说 到时候我自然就知道了 我在想 安璐阳到底在等什么 向冯啊 你是我们的好兄弟 现在你要继续跟着他 争取他的好感 我们要知道他的底牌是什么 好 行 没问题 月灵啊 别说 这里的菜啊还真是挺好吃的 好可惜我都没有来吃过 你要是喜欢的话 以后我们可以经常来嘛 对了 你觉得我这两个朋友怎么样 这不好说 我觉得他们怪怪的 怪怪怪的 我们呢 经常在一块打羽毛球 依娜呢 是羽毛球教练 慧娟是她的朋友 对了 刚才说的那个何先生 是慧娟介绍的 说他是北京的一个画家 嫂子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不过你也知道 咱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我爸经常教育我 教育一定要谨慎 三叔说的是对的 毕竟他现在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交朋友的确要谨慎一些 走吧 走吧 好 贵阳 张叔 不好意思啊 刚散会 靳哥 我知道您忙 来 尝尝这顶级的大红堡 不错 贵阳 你约我来 有什么事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想请张叔喝喝茶 谈点小事 小事 说来听听 我 担心一个人 你担心什么人 工业局的安长春 安科长 安长春 董厂长 林副局长 你可回来了 有什么事 厂里的机器可能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只开了两个车间 启动了六台机器 不可能让工人一下都来上班 这下 好事反而变成坏事情 这个事情可以向工人们解释一下 等机器修好了再开工吗 我解释了 可他们听不进去 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们还说 如果今天下午拿不到工资 他们就聚众闹事 这贷款不是下来了吗 怎么工资到现在还没发 就是要发呢 财务正在做表呢 他们的事 我解释了 我们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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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 机器已经开动了 开工的工人名单上 为什么没有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的工人 我们也要养活老婆孩子啊 我们要养活老婆孩子啊 我不是给大家解释了吗 分批工作 为什么我们排在后面 我们又不是后娘养的 对呀 大家都说了 工厂要被盛政府败掉 你们厂办 事故是把我们给开除了 共产党不是说 为老百姓着想吗 民居党 你也是共产党 你们怎么能把 我们这厂子给卖了呢 不许胡说 谁说厂子要卖了 全九州厂的人都知道 这东海的案子破不了 我们也没有潜力 现在好了 打算把我们当成半脚石 一脚给踢开 对不对 工人 师傅们 你们这些话 都是听谁说的 咱们九州厂最艰难的日子 大家都挺过来了 现在厂子刚有点起色 你们怎么能闹事呢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 我们是来讲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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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理的 我们是来讲理的 各位兄弟姐妹 我来跟大家说几句 我林笑海可以非常 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九州厂绝对不会被卖掉 但是如果机器转不起来 没有生产的话 这个厂有可能会垮掉 现在两个车间的机器 转起来了 其他车间的机器 也会转起来 这只是一个逐步 恢复生产的过程 大家一定要理解 林局长 我们不听你的冠冕堂皇的话 我们来这里就是想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来工作 什么时候能拿到我们的工资 对 对 什么样的工资 什么样的工资 今天 今天你们一定会领到工资 拿到生活补贴 一分钱都不会少 师傅们 林副局长没说错 今天下午就会给大家发工资和补贴 大家要相信共产党 相信新中国 大家要坚信 我们九州厂绝不会卖掉的 我再多说一句来补充一下 让大家更明白一些 公私合营绝对不是卖场 是为了振兴九州厂 关于张东海的案子 请大家要相信专案组 如果不把犯罪分子 申之以法的话 我们绝不放弃 奥主席万岁 阿氏 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万岁 新中国万岁 新中国万岁 奥主席万岁 阿氏万岁 共产党万岁 共产党万岁 贵安 你认为安长春参与了 张东海一案 张叔啊 再怎么说 他也是您同意 提拔起来的人 贵阳 你这是要保他 还是在提醒我 当然是提醒您 贵阳 如果你确实有证据的话 你完全不必顾及到我的 解放后的新中国 我们没有这样的 工业管理人才 我也不是专门要提拔他 而是完完全全 按照组织程序 来进行的 张叔啊 我没别的意思 就凭您的为人 跟个人能力 下一任临江的市委书记 非您莫属啊 我姚贵阳绝对不会 在这段期间 给您带来任何麻烦 我只是想提醒您 好 我明白了 可有些话是不能乱说的 到此为止 张叔啊 我相信您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喝茶 茶喝到这个时候啊 算是品出点味道来了 贵阳案 金元贸易公司的情况 你清楚吗 张叔是说 给九州厂大订单的那家公司 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 你应该知道吧 这我还真不清楚呢 要不要我听您侧面打听打听 有这个必要 茶就不喝了 我先走一步 行 我送你 你发什么呆呢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啊 我说你这冒着头干嘛呢 我来找你说派硬话的事啊 你不是说什么时候要用人 提前告诉我吗 我这不是来提前告诉你了吗 我后天就要用人 你赶紧找几个人 让他们直接去我公司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这愁眉苦脸的干嘛呢 我能干什么呀 想案呗 我去吧 三二八 卉军 对了 你觉得我这两个朋友怎么样 这个不好说 我觉得他们怪怪的 怪怪的 我们呢 经常在一块打羽毛球 依娜呢 是羽毛球教练 慧娟是她的朋友 对了 刚才说的那个何先生 是慧娟介绍的 说他是北京的一个画家 嫂子 我也就是随便说说 不过你也知道咱家情况比较特殊 我爸经常教育我说 教育一定要谨慎 我算是说的对 算是说的对 毕竟她现在在这样的位置 我们交朋友是要谨慎一些的 走吧 郭华 我知道这个慧娟是谁 你说什么 你知道谁是慧娟 喂 马上对那个叫依娜的进行询问 注意保密 不许外传 对泛养方一定要实施安全保护 韩琪 到 准备车辆 给我出去一趟 是 警察局长 那我呢 在这儿留守 你还没有 乔 就算谁让我把这件事都给你 接走 红枉台 区别管我 不许我 还不许我 就是 你 皇上 我 岳上 有一天 前面 我们 我们 天空 我们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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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莉莎真的在养国养首领吗 小爷 怎么 连我的话都不行了 不是 我是担心她的安全 小爷 姚果羊怕我们动她 就绑了洛莉莎来要挟我们 那 我们该怎么对付她 还好你的身份没有暴露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姚果羊 好 洛莉莎同志 今天我们把你请到办公室里来谈话 就是想让你放下思想包袱 你明白吗 不过你放心 今天我们和你的谈话 对外是保密的 你自己也要保密 你自己也要保密 这是对你安全的考虑 我知道 今天请你来呢 主要为了一个人 慧娟 慧娟 她怎么了 你先讲一讲 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我跟慧娟是打羽毛球认识的 可以说是朋友吧 她全名叫什么呀 你们认识多久了 她全名叫于慧娟 我跟她认识也就一个多月 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工作吗 有她的电话吗 她跟我说她还没找到工作呢 电话号码也没有 每次她有事 都是她先打电话给我 或者上羽毛球场找我的 那你知道她家在哪儿吗 听她说在新渠住 但是我也没有去过 汪依娜同志 我实话告诉你 于慧娟 是潜伏在临江的敌特分子 你也不用害怕 我们正在抓捕她 当然也会保证你的安全 我们很想知道 于慧娟 怎么会和范雅芳有联系 雅芳是我介绍给慧娟认识的 慧娟有个朋友 她叫何福亮 她要在临江搞个画展 所以啊 慧娟才托我 介绍范雅芳给她认识 请问是发言方女士吗 对 请问你是哪位 何福亮 何先生啊 您不是回北京了吗 我刚从北京回来 带了一些发幻灯作品 和一些方案 请您帮我看一下好吗 那好吧 那您说在哪儿见面呢 一小时之后 在东湖水岸餐厅 你看得怎么样 好 待会儿见 喂 请问依娜在吗 出去了 喂喂 麻烦您转告她一下 如果她回来了呢 就请她到东湖的水上餐厅 我叫范雅芳 好 谢谢啊 领导 我讲的这些都是实话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你不用紧张 也不用害怕 我们对你进行过调查 你没有犯罪贤客 而且余慧娟的事情 跟你也没多大关系 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她要是再和你联系的话 你必须马上向国安局报告 同时我们会派人暗中保护你 喂 乔老爷 让我问候你一下 你是谁 我是谁你知道 你是何福亮 你想拿罗莉莎来威胁我们 恐怕你这算盘是打错的 你说我拿罗莉莎来威胁你们 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你抓到罗莉莎 还跟我装糊涂是吧 我抓到罗莉莎 你听谁说的 我不想跟你废话 我再跟你说一遍 三天之内 你必须把米格发动机图纸 和罗莉莎交出来 否则你知道后果吗 我说到做到的 喂 从依娜讲的情况来看 这个惠娟和和服量 应该是一伙的 可是他们接触饭养方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和服量 可能就是你们在柳林街抓捕的那个人 你是说和罗莉莎一起来临江的那个男人 你说罗莉莎怎么突然不见了呢 霍华 从现在的情况看 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潜伏在临江的敌特分子 一个一个浮出水面 这只能说明 他们将会有大的行动 那我们就立即对余慧娟进行抓捕 去哪儿抓 依娜不是说她住在新区吗 我们马上对新区进行排查 我就不信她能跑了 我告诉你 余慧娟绝对不可能在新区 她早就逃之夭夭了 你的意思 她对依娜说了假话 你会对依娜说真话吗 现在小文被枪击 余慧娟可能认为自己暴露了 她一定会躲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到处去查她 那就是分散注意力 那说说吧 你的意思 手朱带兔 手朱带兔 报告 依娜来电话说 范雅芳约得去东湖的水上餐厅 是 郭航 我让你派人保护范雅芳 你安排了吗 安排了 二十四小时全天候跟踪保护 王喜 到 你和刘雅马上赶到东湖增援 一定记住 要确保范雅芳的安全 是 丁务局长 果然让你给说中了 走吧 我们去趟医院 看看晓雯醒了没有 好 好 好 这字写得真好 谢谢夸奖 真的写得不错 这幅字 其实也是我最喜欢的其中一幅 是吗 来 我来 来 请坐 这是我的通宝方案 请顾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何先生 你这个画展的筹备方案还是准备得不错的 不过你可能不太了解临江的情况 如果画展没有上流人物的参加 恐怕不会引起太大的关注 你说得太对了 不过说实话 我在临江还真缺乏这方面的关系 所以还真请你多帮帮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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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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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何先生 是这样的 今天我就不吃饭了 因为我家里还有点事 也好 等下次人都透齐了 咱们再去 那请你把这儿字画 和字画带上 回去再帮我自己看看 好的 谢谢 那我帮你拿到车上 好 怎么了 何先生 我突然肚子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要去一趟卫生间 快 你快去吧 给我 我就不送你了 好 你快去吧 再见 再见 快去吧 走 小杨 范晓芳刚才跟谁见的面 黑个单眼睛的男的 他们人呢 我看见他进去了 可是我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人 坏了 看样子是跳水跑了 小雯 怎么样 林副局长 雷处长 对不起 小雯 你也看到了 敌人是要置你于死地的 你应该很清楚 今天我们来不是来审查你 但我要问一些问题 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 你提到了三二八和慧娟 谈谈他们两个人的情况吧 慧娟是我的上线 他的大名我不知道 可能这个名字也是假的 三二八呢 三二八是慧娟的上级 我一共接到过两次指令 都是慧娟传达的 这个人我也没见过 刘晓梅是怎么回事 喂 我是慧娟 你到公安局对面的街道 我等你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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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知道了 我转告你 想想你的家人和孩子 他们的生死全在你手里 放心 这是最后一次 她怎么回事 出发 Laura 你不 Assistant 报告 我要上厕所 晓雯 你带她去厕所 知道了 走吧 后来在厕所我打晕了刘晓梅 把常人丹给她吃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再去刘晓梅 林文学长 你说晓雯说的话可信吗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 他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骗我们了 可是他交代的慧娟和三二八 跟没交代一样 我们现在在陵江撒下一张大网 但是敌人在暗处 我们在明处 要想把他们一个一个挖出来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这需要我们有耐心 而且要仔细一些 但我相信 敌特分子 一个都跑不了 走吧 苏彩 离开 鸿铜鞋 江生已在 大阴晨 吴秘书 张市长要见我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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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这些文件跟我们的MIG计划 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里面有内容 米格发动机的设计图 不怪我 最近发现了这么多的国民党特务 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 让你把欠九州厂的款全都要 张市长 刚才在电话里说 让我们秘密调查工业区的安长春 大哥 您这边什么情况 安长春被盯上 不然很快就要出事 索罗莱先生吧 你是谁